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Bella 我是社真集貨店的女店主 大家好 我是Nathan 我是社真集貨店的男店主 香港的地方所有時間都過得太快 做所有事都很快 所以希望可以慢一點 慢慢去維修一些東西 慢慢去記錄一些回憶 記錄一些我喜歡的物品 我們去把這些物品 去推介給更加多人認識 我想介紹第一樣就是 Pentex的SL相機 其實它的型號就很上見 我喜歡的原因是 它的外形真的很Vintage 它有我們所謂的路途 可以從它的外形看得出 上一首主人應該很長時間使用它 使用的時候感覺到 上一首主人真的很愛惜它 所以我覺得特別扎實 第二樣就是怎樣唱機 因為這部機對於我自己的童年來說 是有很大部分的回憶 因為我媽媽以前六天 可能會約了朋友去俱樂部聊天 俱樂部中間有一部點廠機 到大早之後出來工作 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 有機會可以用這部機 直到機緣口合下 我們認識到一個收藏家 它就把這部機賣給我們 但是它的狀態買回來 其實它是壞的 我們就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 去把它維修好 第三樣就會介紹那張肥婆椅 一張粉色一張黑色 其實這兩張我們都是收藏的 我們又看到其實它又不是很舊 所以我們就搬了它回來自己維修 不喜歡追趕潮流是因為我們懶 因為潮流變得太快 其實追趕潮流是一件很累的事 其實我們就特別喜歡一些懷舊的風格 聽過以前一些前輩說 現在香港有很多香港的冰室 都模仿以前的冰室 那到底六七十年代一些餐廳 是怎樣的模樣呢 以前的前輩就說 其實他們都是模仿二三十年代的餐廳 所以其實懷舊這個風氣 其實是每一個年代都會發生的 就是每一個年代都會有人喜歡懷舊 雖然它不是主流 但是總是會吸引到一部份的人會留意和喜歡 會不會有很多人會有很多人會有很多人會選擇 永遠都會不會有很多人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